台湾美食五花八门 年节半首里更是应有尽有 虽然跨境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要随时吃到台湾小食不是难题 但没有亲身体验或品尝过 还是让部分相对保守的消费者 犹豫不决 坐落在书邦在野的大门商场 看准商机 配合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 受开心力 举办全马第一个 线上线下展售会 台湾O2O年货大街 让采购年货也跟上时代潮流 一般的消费者 在这个网路上买东西 其实他对这个东西 到底好还是不好 心里面难免都有一些余力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线下 如果陈列他去摸他去看 他都可以比较有感受 也了解这个商品的好坏 这也是一个让消费者信赖的过程 线上线下网购好处多 消费者可以到展销处 亲自体验商品 然后像我一样打开手机 扫描二维码 进入网站 然后把想要的商品 全部的放进购物车 最后再下单结账 三到七天过后 货物就会自动的送上门来 现场是不能把货拿走 其实这种跨境电商模式 在中国是很popular 它很流行 那最后他们会有实体的店铺 那整层 整个mall都是这样 所以未来我想把大门百货 打造成全马来西亚第一家 的跨境电商百货方式 除了网售外 现场也有贩卖各式各样进口自台湾 包括美妆 保健品 茶饮 零食等商品 那么又有哪些商品 最受本地消费者青睐呢 主要还是以凤梨酥为主 凤梨酥 台湾的凤梨酥跟本地的 这边的口味上还是有一些差别 然后马来西亚到台湾的游客非常多 然后他们试过台湾的凤梨酥以后 他们回来还是会想念要买台湾的凤梨酥 通常都是有朋友 他们去那边买回来送给我们吃 就是很喜欢吃凤梨饼 还有那个麻薯的那个 也是很高兴 台湾O2O年货大街 一共集合了台湾20多个商家产品现场展示 接下来还会陆续举办手工水饺工作坊 验商研讨会 特岁专辑签唱会等活动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今天到下个月4号 前往商场参观审购 八度空间谭凯倩书方再也报导 好 太强了 大部份 这么快 一圈 很厉害